央行宣布升息正好在电价宣布要调涨的前一天 所以央行总裁都知道电价要调涨 而且他调涨多少的幅度也都知道 所以他估计大概电价上涨会带动通膨多少 所以他把这个因素算过之后 他就说今年的通膨膨胀率会超过他的目标2% 而且超过可能不少 所以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 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股票市场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ETF00940跟00939 造成抢购的风潮 而且那个资金进去的资金很快就破灶 这个就使得大家都认为 就是台湾现在是钱太多了 钱多到没有地方可以去 而钱太多通常就是通膨要加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电价 电价4月份真的开始调涨了 那个电价调涨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超出中央银行的估计 如果它比中央银行估计的还要严重 它不是0.27% 它可能是更大一点的话 那这个会是一个中央银行会认为它可能要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就是台湾机器的表现呢 会不会比现在预估还要更好 如果台湾机器表现得更好了 那表现台湾可能是有点可能过热 那第三个呢就是ETF这种 它的通货膨胀率呢 现在呢越来越往下降 而且降得很低了 已经低到它可以接受的程度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它可能考虑就是 它没有必要维持像过去一样高的利率 即使你说它的利率比我们低 但就它来说呢 它可能认为那个利率已经是在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时候的利率 所以通货膨胀率降下来的时候 它就要把这个利率降下来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瑞士的经济表现不好 它的经济伤害率呢 去年还有1.3 已经不算很高了 那今年的预估呢 只有1% 而这1%呢 是低于它过去的平均值的 这表示它的经济现在在往下走 而这经往下走呢 它认为可能原因就是出带 老师最近啊对于这个老百姓还有企业来讲都是苦不堪言 因为最主要就是电价调涨了 然后央行疏忽大家意料就是瞬息了半码 所以大家背房贷啊 企业贷款其实压力都很大 就调升我们的政策利率半码 那主要的理由呢 还是关于通膨的预期的心理 那因为4月份要挑战这个 今天的理事呢 也都非常的赞同 就是说中央银行在这一次呢 因为就是说是通膨预期 那我们调升是一个宣示的效果 那么他们都是赞同 那大家比较讶异的是 为什么央行要升息半码 那他的说法是说 要打这个电价上场的这个通膨预期 单纯这个因素吗 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央行宣布升息啊 正好在电价宣布要调账的前一天 所以央行总裁都知道 他知道电价要调涨 而且他调涨多少的幅度 也都知道 所以他就是估计大概 电价上涨会带动通膨多少 所以他把这个因素算过之后 他就说今年的通膨预涨率呢 会超过他的目标2% 而且超过可能不少 所以这是一个因素了 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 是按照央行他本身的预测 那这预测可能是根据很多 机构的预测啦 或者他自己的资料 那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 会很好 经济成长率我们是稍微上调 稍微上调 3.25% 电价呢 我们在这里呢 2024年2.16% 我们就调升到2.16%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 因为张杨认为全球的贸易 开始恢复大幅度的成长 而这个成长 就带动台湾的出口成长 台湾出口成长在今年的预估会比去年要好很多 它会成长5.7% 而在这个全球的这种贸易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呢 又加上台湾在疫情之后呢 我们的旅游业 餐饮业也跟着在蓬勃向上 再加上就是最近股市上涨了非常快 所以让民间的消费者的信心呢 快速在上升 所以这个就带动民间消费 就增加了2.7% 所以这些因素再加上就是 他张杨预估 今年政府的公共投资 会大幅度成长 大概成长接近9% 把这些因素放进去之后 他会觉得今年的经济生长率呢 远比去年要好很多 所以这是第二个 他认为今年他应该升息的理由 那第三个理由呢 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股票市场里面 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ETF 00940跟00939 对 造成抢购的风潮 而且那个资金 进去的资金很快就破账 因为他都不晓得 一定又是什么 大家就一欧风的 这个就合顶 这个就是说金融市场里面在讲的 就是说大家一欧风的 一欧风去追 一欧风就这样 就像那个羊一样的 一欧风的跳下去就跳下去 跳上去 跳上去 这个就使得大家都认为就是 台湾现在是钱太多了 钱多到没有地方可以去 而钱太多通常就是通膨要加温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觉得相当重要的导火线 但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台币贬值 因为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利率差距很大 所以资金会外流 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他会觉得也许在这个时候 上升利率是一件正确的做法 老师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 欧洲央行 然后美国联网会都是不升息的状态 那我们唯独只有我们跟人家不一样 我记得央行过去的三个条件 就是经济成长率我们当然有往上调 那通膨应该太高了 那就是第三个不一样 就跟大家的不同步 那他这样子的调长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吗 冲击当然是会有很多 目前大概最严重的冲击就是房贷 因为房贷的利率 它会跟着这个央行的这个升息 利率马上就升高 现在已经很多银行 包括这个邮局等等 都开始在调高它的这个放款利息 放款利息提高之后 因为现在台湾的房价很高 通常大概就是动辄就是千万以上 那如果你贷款一千万的话 你就发现它的这个升息之后 你的每一年的负担会增加好几千块钱 所以这个就会使得这些 我们说房贷组受到很大的伤害 这个很可能是目前看到升息最大的一个伤害 而由于这个升息呢 它又是跟电价上升同步在进行 所以对于一般的这个市民来说的话 他如果真的需要贷款 然后他又需要消费 尤其是一般的这个企业经营者 这个时候它的负担会双倍的加重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在这个时候 升息会造成的冲击 但这个冲击它的目的 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 升息的目的是压制通膨 而压制通膨呢 怎么压制呢 就是压制有效需求 压制有效需求就是压制消费 压制投资 进而就压制经济的成长率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一旦央行已经启动了升息 它必定会对整个经济的活动 会产生打击 这个打击呢会说消费受到抑制 投资受到抑制 经济成长率会往下降 就整体的气氛呢 会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气氛 可是老师觉得升息半 其实只有0.125% 我们的整体利率 其实从上一次调完之后 就只有2% 所以其实也没有很高 所以老师觉得这样的调幅 真的能够打这个通膨的预期吗 能不能打到 目前还不知道 因为电价还没有调升 电价到4月才调升 到4月调升的时候呢 到底它会牵动多少物价 跟它一起涨 目前不知道 央行目前的估计呢 大概加在一起 大概是0.27的影响 我们的 我们不算 通膨是大于2% 那才可以吧 那跟主席总数 跟国外会差不多 影响算大吗 算不大 不大 不大 他觉得这个影响不算很大 所以可能通膨的预期心灵 不会很强烈 但是到底会多强烈 目前不知道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 尤其是小商家已经在教口连天 所以我们可能真的要等到4月份 电价上涨之后 电价所牵动的 不论是一般的餐饮啦 或者旅游啦 甚至医疗啊 到底有多少 会跟着它一起联动涨价 这种联动涨价呢 在一开始 事实上 你是无法预测的 因为那种是 由这个 一般人 他的这个心理作用所造成 所以目前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这个通膨的预期会有多强 因此 先用半码 去打击通膨预期 到底能不能收效 我们目前呢 没有人可以断言 不过 如果他没有生效的话 那可能下一次 还要再升息 因为像老师说 这个通膨的预期 其实它不是实际的涨价 它实际是大家的那个氛围 那我记得在电价 大家一直在说 要调涨多少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很多商家 要开始反应 而且最近很多 餐饮的价格 都已经往上跳了 所以其实那个氛围 我觉得已经很浓厚了 所以这个通膨预期 其实已经 就是慢慢地在产生当中 而且这种 调价的这种行为 是一种连锁反应 因为当某些商家 开始调价的时候 其他人会跟进 会跟进调价 而且这种跟进调价呢 它是波动的 当我调价以后 如果你跟进了 到时候我会觉得 我可能调的不够 我可能会再进一步 再调升 而且尤其它 如果签到成本 也跟着上升的话 那这个联动就更大 而电价是一个 重要的生产的因素 所以电价的影响是全面性 所以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有太久时间 没有占过电价 所以一般人对这个电价 其实稍微地调一点点 他的内心的恐惧 都很深 所以目前可能真的要等到四月份 看看电价真的调升之后 结果会怎么样来判定 不过到目前为止呢 至少行政部门 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有一部分的房贷利率 是不调整 是动胀 那这部分主要是跟 针对那些年轻人 他们利用青年安心贷款 所贷的这些房贷 它有一部分是政府的补贴 所以目前行政部门 它是宣告了 就这个部分 就是青年安心贷款 的这个房贷利率是不变 那其他的利率 目前还不敢说 有哪些不会变 多半都会跟着上仗 像台湾的部分 像央行就说 因为通膨没有达到二的目标 就是还是超过那几件线 然后GDP的部分往上跳 其实我们把这个标准 拿到美国来看 其实美国一样 它经济成长率也是往上跳 而且幅度比我们更大 然后它的通膨 其实也没有到二的警戒线 可是它其实已经开始运作说 有可能六月要降息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 不同调的方式 因为美国它的那种升息 那个步调比我们快太多了 对不对 美国已经升息了好多次 台湾其实都是安逼不动 所以央行的总裁 他也强调 他说我们跟美国的 这个步伐是不一样的 美国是急行军 快速的上升 快速下降 但我们是缓步前进 所以我们上升的慢 所以下降的也会慢 到目前为止呢 应该说我们是归托赛跑 那个兔子很快的就跳上去了 然后很快就跳下来 乌龟呢 还在慢慢的再往上爬 所以美国已经要降息了 我们还在继续升息 也许市场会这样子质疑 就是说 美国欧元区都已经讲究说 它开始要降息了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调升利息 好像跟整个的 是好像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follow 整个全球的一个趋势 我们的调整的一个弧度 还有包括它的一个 它们是很急速的 往上调 那我们是gradually 叫gradually 那我们之所以会gradually 是第一个 我们的通膨 不会比它们高 但是另外一点 就是美国目前没有跟我们一样 大幅度的调电价 它油价可能是也在波动 台湾油价也在波动 这个没有人在关心 但是电价像台湾这样 就是由政府控制 而且多少年都不准调降 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很少见 所以如果一个政府管事价格 突然之间被调高了 这种心理上的冲击很大 美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美国目前的情况 就是看起来是稳定的在往下走 它的通货膨胀率 是已经从高点 逐渐降到3% 多一点点 虽然距离它的目标 还差1%左右 但是已经是在良性发展 但台湾并不是 台湾的通膨 在过去一直波动不已 而最近又加上电价上涨 所造成的刺激 所以台湾情况 反而比美国要 应该说要恶劣一点 那另外就是 美国目前 它本来是 已经酝酿了好久要降息了 台湾倒从来没有人说过要降息 所以这次是美国 它从要降息到目前 那个气氛改变了 可能流也不降息 但是没有人确定 那台湾是从 我们不升息变成升息 所以你可以说 几乎是同一个方向在移动了 只是看起来 结果好像是相反的 美国一直在期待 FED可能降息 但是现在它可能降息的时间 也会拖往后延嘛 那所以在今年上半年 那个总裁 你认为我们有没有降息的空间 没有 我在想 我们在6月以前 没有降息的空间 因为其实在立法院 已经有立委在直询的时候 有提到降息 那时候问杨金龙说 那6月会不会降息 那杨金龙回答是说 6月以前都不可能 所以他最主要是因为看到 我们的通膨数据 所以我们6月 维持暗兵不动的几率偏高吗 是这样子吗 还是说 其实我们也有可能 继续在升息半 然后降息的几率是零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 因为台湾不像美国那样 就大家普遍的一面倒 往降息这方向走 台湾目前的猜测不是 是猜测降息的应该是少数 猜测不变的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还有人认为会升息 那6月会不会再升息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到最后取决于什么东西呢 取决于就是这个市场里面 刚才的这些因素 有没有因为一次升息就排除掉 那第一个就是 电价 4月份真的开始调账 那个电价调账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超出中央银行的估计 如果它比中央银行估计的还要严重 它不是0.27% 它可能是更大一点的话 那这个会是一个 中央银行会认为 它可能要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 你电价在调整 而且后面是不是在调整 我们必须要注意它 而且呢 我们必须要注意它的通膨预期 因为已经我们在这边 已经强调就是说 从2021年 我们的通膨都已经高了 蛮高的 跟以前呢 它的那个pattern 它的结构好像有一点不大一样 这个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那第二个理由就是 台湾经济的表现呢 会不会比现在预估还要更好 如果台湾经济表现得更好 那表现台湾可能是有点 可能过热 那第三个呢就是 ETF这种狂热 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还在持续 是不是台湾钱过多这个现象呢 并没有因为升息 而受到一点一点的压抑 如果还是没有的话 那这也可能是一个升息理由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市场一般人 他们的判断 其实在这次升息之前呢 有一个指标 蛮特别的指标 我们平常都不注意的 叫做市场利率交换 这个市场利率交换呢 有人是拿了本国的跟外国的在交换 有人是拿现在的跟元气在交换 就是等于是在对赌了 就是有人说 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呢 台湾利率会比现在高 所以他就跟别人去约定 我们现在呢 等于说我们就先做一个交易 我拿现在的这个利率 跟你换将来的利率 但是到将来的利率呢 我可能要高一点 因为我认为当时呢 市场利率会比较高 这种市场利率交换呢 通常就反映 就整个市场里面呢 一般人对于台湾的利率高低的看法 结果呢 在央行这次升息之前呢 市场利率交换呢 是往上升 而且升了很多 只能说就有人判断 是不是可能要升息了 结果果然升息 而在升息之后呢 结果这个利率还是在往上升 所以就有专家认为 这可能是另外一个 央行可能要观察的一个指标 那就是市场的心理 如果市场里面 大家都有这种心理认为 目前的利率呢 可能还是偏低的 可能市场的走向了 市场利率往上走 那央行就可能顺势 再升息 即使说我们这一次 我们调到2.16 即使就再高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通膨呢 应该是整体是会下降的 那这个下降的话呢 我们也不会就是说 超过2% 我们就一直要来调升利息 不会 所以很不确定 目前的情况 可能说就像 美国的这个联总会的总裁厂说的 走一步看一步了 反正还有三个月 那像除了台湾 其实跟主要的经济体 它的走势不太一样之外 那我看还有一个国家 跟大家的走势也很不一样 就是在富裕国家当中 第一个提出降息的 就是这个瑞士 那它是降了一码 那为什么它会做出这样的决策 它利率是从1.75下调到1.5 所以它原本的1.75就比我们还低 它为什么还要再降低呢 瑞士它降息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利率的高低 主要是看它的通膨 其实各国都一样 比如说美国 因为通膨太高了 所以不断升息 台湾也是如此 那瑞士呢 它发现 它的通货膨胀率呢 现在越来越往下降 而且降得很低了 已经低到 它可以接受的程度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它可能考虑就是 它没有必要维持 像过去一样高的利率 即使你说 它的利率比我们低 但就它来说呢 它可能认为 那个利率已经是在 通货膨胀率 比较高的时候的利率 所以通货膨胀率降下来的时候 它就要把这个利率降下来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瑞士的经济表现不好 它的经济伤害率呢 去年还有1.3 已经不算很高了 那今年的预估呢 只有1% 而这1%呢 是低于它过去的平均值的 这表示它的经济 现在在往下走 而这经济往下走呢 它认为可能原因 就是处在它的周围的大环境 因为欧盟目前的情况不好 欧盟情况不好 所以就使得连带它的出口 就不像过去那么好 因此它靠出口 要来带动经济成长的这个能力呢 就减弱了 同时呢 它的投资也跟着 就成长率就减弱 所以它认为就是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它可能这个经济呢 是比较冷却了 失业率呢 也高于它的预期 失业率在2.3% 它预期只有2% 所以这几个数字 其实都不好 这几个数字都不好 再加上它的 这个通货膨胀率 已经达到它的目标 而且它认为 它未来几年还在往下走 这个时候呢 当然降低利率 对它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老师那瑞士这个国家 还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吗 它的经济的这个占比 是不是跟大家也不太一样呢 它的经济的特殊性就是 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 它有很多很多的活泊 当然山也很多 所以它的水力发电的 这个能力很强 所以它的能源 很少靠进口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很羡慕的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水力发电 是最强大的绿电 对不对 这么强大的绿电 不要靠进口 就能够恭敬它本身的需求 这是非常让我们羡慕的事情 那瑞士另外就是 它主要是靠它担当国际金融中心 靠它的这个精密的这些工业 像钟表等等 另外靠旅游业 它主要靠这几个行业在发展 所以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 其实不是那么密切 还有它的户价 有三分之一是受到政府管制的 所以这是一个高度可控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高度可控状态里面 它的政府大概一切都是按照它的这个规划 在前进 只要有一点点偏差 就马上调整 所以你可以说它的这个降息 是一个微调 就是它觉得通货膨胀已经稳住了 所以没有必要再用利率 来作为打击通货的工具 而在这个时候 它的经济又表现的不是那么理想 反而需要用比较低的利率 来想办法让这经济能够比较活络 那如果它不止一次降息 它可以再二次三次降 降到使得瑞士的法郎能够贬值的话 那就更好了 因为瑞士法郎贬值的话 它的出口就会增加 因为我们知道贬值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它的出口便宜了 所以出口会增加 另外一个就是贬值 会带来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所以说觉得 你的物价现在往下走很平稳 这时候你接受一点 输入性通货膨胀是无害的 所以对它来说 很可能这样继续的降息 是有利而无害 所以它会继续往前走 我有查它的通膨 其实它过去曾经的通膨 是呈现有一段时间通缩的状态 所以它其实有一段期间 是呈现通缩的状态 所以它现在通膨率 其实只有一点粗 所以代表说它很怕是 再走回过去的这样子的路 对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通膨其实幅度也不是很高 最高的也是百分之三点几而已 所以目前已经很快速的 从百分之三点几 一直往下降 降到百分之一 所以表示如果这样的走势 再下去的话 很可能过去那个 尤其现在全世界都有 这种通缩的现象 可能再出现 它不想见到情况 所以就是说如果透过 这种有利而无害的降息 如果一方面能够让它 避免通缩的这个威胁 一面可以拉动它的出口 一面又带动一点这个通货膨胀 应该是一件很好的选择 所以在一个能够高度控制 它的经济的国家 我想它做这样的微调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而且我看它 老师就像它的那个经济结构一样 就是它其实出口就像老师说 它占比其实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变成是说 如果它的经济 最主要是依赖全球大环境 对 尤其它周边国家 欧盟 所以它变成是它的经济 除了靠它的这个货币政策 来调整之外 就是要看全球大环境的改善 才有办法比较好 如果全球大环境不改善的话 它就要以零为祸 因为用贬值带动出口 就是以零为祸 这是日本长期用的伎俩 台湾也长期用这个伎俩 所以它现在等于是 也在玩这个游戏了 就是想办法 让货币能够贬一点 来促进出口 所以货币贬值不见都是坏事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肇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岩 德国专利肇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